为了防堵疫情 许多民众都会添购耳温枪 希望能够在家中就做好自我检测 而花莲市国威里里长陈梦勇 25号上午就拿了200份的体温检测卡 来到明里国小 发送给每一位在校师生 除了期盼小朋友们 能够养成每天量测体温的习惯 如果有发烧的情况 也能够及早发现 避免到校接触人群 好上午花莲市国威里里长陈梦勇 带着200份的体温检测卡 到了明里国小 发送给在校师生 期盼小朋友可以在每天上学前 养成量测体温的好习惯 让学校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学生 都可以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之下 那也可以知道自己 到底有没有发烧 那我们就买了一个 这个额温的检测器 那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测器 那它只有36 37 38 三个温度 那最起码呢 学生在入学之前 在家里头 他就可以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发烧的状况 如果他有发烧的状况 那我们就希望他不要到学校来 小朋友拿到体温检测卡也好开心 立马放上额头来量体温 然后看多少 也是36 学校表示目前针对新冠肺炎 做了很多的紧急应变措施 量体温是最基本的第一道防护 更重要的还有勤洗手 保持室内采光通风等等 虽然里长这次赠送的体温检测卡 不能成为正确依据 不过还是期盼小朋友们 可以养成正确的防疫观念 除了针对这些防疫 我们毕竟还是教育单位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还是要强化孩子 对于这个健康自主照护的一些基础的观念 然后能够彻底的执行 我觉得他送这个额文卡 他其实不只是提醒小朋友 要更加的注意 那再来就说 其实社区跟学校之间 还是有一定的关怀跟互动 那总之就是里长送了我们全校的孩子 就是一人一张的额文卡 那小朋友其实在入口前 就可以先做自己的基础测量 可以自己来做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心态 武汉肺炎来世汹汹 在防疫期间 除了学校教导学生正确防疫观念 做好自我管理也是很重要 虽然检测卡显示数据只可以当作参考 但却是养成小朋友们防疫观念的最佳力气 解学历情 华联市报道